好,在本阿卢的同时,我要重复一下 你要记得这些温度,还有什么食物 最重要的是这个,这个通常大家都不会背,把这个会触 然后呢,这个每一个的温度描背,尤其是Permasteuron Permasteuron那个巴士沙菌法,这个的温度全部要记得很熟 记得不熟的话,真的是完蛋 OK,so,本定因案是0度到5度,摄氏-5度,这是在冰箱下核 Keyword是蒙尔高冠,可是感染 Keyword是蒙尔高冠,可是感染 然后呢,那个本定因案是,它的好处是,可是感染 它的坏处是,滴大门不能怀过温度 OK,so,本定因案的话是115度到121度 115度到121度,20分钟 然后,bawa的感染 yang tinggi 丁Keyword anti-battery gun 这个其实是它的process里面 所有的那个微生物都被杀死 可是,就连它的护士沙菌也有 所以它都是会加其它的包含NTT进去 可以加其它的东西进去 来增加它的维他命,还有它的养分 Permasteuron,巴士沙菌法,63度30分钟,72度15秒 这个只可以给输出Cigar,Fresh Milk 跟Juice Bubble Hunt,还有果汁 这个要懂 OK,so Bernohydratan,这个东西是干燥法 干燥法就是我们的小鱼干这些 Keyword是Bunacharya Matahari 为什么?Berniculkan ai Berniculkan ai 然后呢,通常我们会加盐或加糖进去 让它的水更快蒸发 改变它的pH值,酸减值 所以那个Bug 不能够生长 Berniculkan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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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防腐剂,防腐剂的话会有烂烂,皮肤会痒 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 它会导致你的维他命B,尤其是维他命B 它会导致你的维他命B不能吸收 颜色,巴瑞士和巴伦多这些都是抗症 如果是MSG,也就是胃精 胃精会导致你的心跳加速,口干,头发会掉 这边要记得 可以吗? 现在我们要进次 我们要怎样增加食物的那一个 食物 通常就是在想我们的 普普拉西门林盖 普普拉西门林盖就是我们的人口增加 人口增加呢,可是我们的食物却是供应越来越不足 食物供应越来越不足 我们要怎样去提升食物的供应 第一个我们用的是Buckel 好的那一个 好的Buckel 好的Buckel就是好的基因 我们用好的基因 什么叫好的基因呢? 就很像油种有很多种品种 油种有很多品种 所以我们就要用比较好的品种 什么叫比较好的品种? 就是它能够长出比较大的果实 它的油会比较多 然后它的成熟会比较快 这叫好的品种 ok so 然后第二呢 之前大略讲过 等一下我们采取details 第二我们用technology model technology model就是用 好那个科技 就很像以前的话 他们是用 那个 叫什么啊 链刀来收割稻米 那链刀来收割稻米呢 它的速度非常的慢 速度非常的慢 但它还没有 就它能够收割的有限 ok 它就不能大量的种子 不能大量的种子 所以呢 所以呢 它就 少量的食物咯 第二 之后呢 他们就用那个 牛 用牛来收割 用牛来收割 有个人 也是比较慢一点点 他比研刀快啦 可是还是慢 然后之后呢 就有那个 gentler 就用那个machine 整大个machine来开采 ok 这就增加了它的速度 所以它就会比较快 还有浇水 浇水 浇水 如果你浇水 一个一个去收银 的话 我们要用人力啊 然后还要有很多的那个 限制 ok 所以呢 现在呢 现在呢 它们都是用地上的摆 直接透摆 定食 定量 来浇水 这个是Bengunan technology 让那个食物比较快 收割 ok 这食物不是只是种植吧 然后还包括养殖叶啊 然后第三 Bengunan Tana 的食物业 Bengunan Tana Yang Chaka 就是我们要增加泥土的肥沃量 所以就是在种了稻米之后 稻米不是每一个季节吗 做了稻米之后 那个泥土就已经不肥沃了 怎样恢复肥沃呢 就是我们要种花生 我们可以种花生 ok 第五 Bengunan Tana Bengunan Tana Bengunan Tana 这个我们叫Depens Mardi Mardi 就是种植与养殖叶 还有MPOB MPOB 是Klappel Sawit 它是Klappel Sawit的研究发展 有种果有很多种 Klappel Sawit 它是比较好的种种 所以它的油会比较多 ok 第六呢 我们是用Bengunan Tana Bengunan Tana Bengunan Tana 我们要教育我们的那个农夫 怎样教育它 教它怎样用肥料 教它怎样用杀床剂 教它怎样用杀床剂 就是使用排水系统 这些 ok 第七 Makana Dibubaswais Cherical Condrutan Genetic 就是我们用Genetic Modified的食物 Genetic Modified的食物呢 它的量比较大 而且 它比较能够防害虫 就是害虫不会去吃 所以我们的那个食物的 那个收成会比较好 ok 就是要这样子的方法 可是 这个有 有problem的 gmo so 第一个 我们用 Cherculotan Genetic 的话 我们的那个 米 gmo 就是它把我们的米 增加了它的 Beta Carotina Beta Carotina 其实是胡萝卜素 胡萝卜素 是维他命 A 还有它有很高的维他命 A 然后我们有 紫色的番茄 紫色的番茄 它有很好的 Antioxidant 所以它能够抗海 ok 然后 Domato 跟那个 Ubicoledex 番薯 它比较能够抗 Virus 不会被 因为它能种植的话 它有很多那种菜虫 它会把你的食物 就来攻击你的食物 那你的收成就会变不好 虫害 我们叫它虫害 ok 然后呢 gmo 这个东西 是很大的争议性 很大的争议性 ok 所以我们先看它的好处 它的好处是 它的食物比较有quality ok 食物比较有quality 然后我们的收成也比较高 也有quality 有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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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比较高 ok so 这个是gmo的好处 然后呢 如果我们的养殖业 就是那些鸡啊 牛啊 羊啊 我们的肉类 它会比较 或者植物也好 它会比较能够抗那个病毒 病毒不会来 它比较健康 ok 可是你要想哦 连虫都不吃 那个东西可以有几好 我也不知道 ok 第三 它是 但是 Dahan Serangga 不用教那个 沙虫剂 直接不要用沙虫剂 因为 虫都不会去吃它 它有一个 就是天然有沙虫剂 在它身体里面 就是在植物里面 可是它的东西 最后会进到你的肚子 所以 它比较 不容易坏 就是植物啦 尤其是植物 这是它的好处 这个要备 要备 如果是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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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是在A 下 Kerbaikan Makanan Yadibuba Size Chara Genetic Kerbaikan Makanan Yadibuba Genetic 是那个 精英工程 GMO 它的坏处是 GMO的食物 它会导致敏感 它可以导致敏感 过敏 OK 那一些 精英改造的 那个organism 就是生物呢 它会变成 比较dominant 比较主流 变成那一些 没有被生物改造的 那一些 生物呢 会被淘汰 OK Organisman Diububa Size Di Makana Manusia 所以 它已经被 基因改造 人类在吃它 我们的基因 也可能 会被改造 OK 有研究 是把它 relate成 我们为什么 现在有这么多的 那个 探测啊 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的 基因 我们吃了太多 基因改造的食物 OK I don't know how true is it that but 就是 这个是我读的 article 还有这样的讲 OK so 呃 本法茅 记得这是个 Mardy Felkra MPOB 本法茅 这一些是 本你得干 研究和发展食物 可以研究和发展食物 OK 它要提升我们食物的品质 提升我们食物的品质 提升我们食物的品质 什么 不是全世界 Mardy Felkra MPOB 跟Farma 是马来西亚而已 OK 不是全世界 Mardy Tekno 用来 Mardy Aktivity Bernali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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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要记得 因为会问 就是马来西亚的农产品 OK Mardy 是农产品 Felkra 好像是稻田 MPOB 是 我忘记哪个是稻田 Farma 还是Felkra 是稻田 MPOB 是油中 油中 记得 它也是提供我们 它们的那一个比较好的种子 它卖给它们 就是帮助那些农夫 这个要懂 OK 所以 OK 这边有写 Mardy 他蒙哈斯干 Bakobaru Padi Bobo 用Biotechnology OK 用Biotechnology OK OK 谢谢 谢谢 抢 看看 小姐 稍 berry 抢 点 冲 的 没 抢 点 起 现 我在研究我们的上课 他们有在吗 你比较喜欢Rostiza 还是比较喜欢Gianti 你们要准备 你们不会是6月11号开学 不会是6月11号开学 可是会是6月开学 肯范的话 记得Maldi 他会蒙哈斯干巴克巴克巴如 都不喜欢 你都不喜欢 可是我不可能会去教你们班的 因为Fornfire只有 有experience教Fornfire的老师 只有我跟Maiida 所以不可能一般有我有Maiida 明年开学算的 习惯现在的生活 我也很习惯现在的生活 过得多么自在 OK MPOB 蒙哈斯干巴克巴如 克拉布萨尾 记得要是克拉布萨尾 转来令金国中堂 你不想转来拉阳的吗 差不多要转了咯 转去赖阳特殊 快点开学 学校Candy有开的吗 如果开学 我觉得应该不 会开 可是因为只有Fornfire 你知道我们 一个Fornfire 原本的五半拆成十三半 五半拆成十三半 A半拆成两半 B半拆成三半 C半拆成三半 D半拆成三半 E半拆成两半 所以你们 一般不可以超过十七个人 不是讲可以二十个人吗 最多 十七 课程表演要换咯 教的老师会换 可是 我不愿意让我的整班 都给其他老师教 所以我建议他们是 就等于像B班三班 还有六阶 科学六阶 就变成三阶是原本的老师 三阶是其他老师来帮忙 我们至少可以上到三阶 如果班有二十个人 他讲算了 十个人就要拆两班 十个十个 只要超过十七 不可以超过十七个人 所以很像B班的话 是三十几个 三十 三六 四个不是 三十四为什么要拆成三班呢 我还懂了 这是三四个 C班也是三四个 我不明白为什么C班也要拆成三班呢 他可能是要所有的老师都上课咯 可是就为难了我们这种原本教的老师 我们都不愿意给别人教我们的学生 我们都不愿意给别人教我们的学生 转来令经过中啊老师 令经过中上班吧 令经过中上班吧 轻松啊 令经过中教题 你们都有勾过科学老师 所以我们学校不够科学老师 我是出不去的 Technology Borrow Modagan kerja Process Memilang Hustle Club NPOV Hustle Makanan Sausage Nangat 这些食物加工品都不是很好 食物品加工 所以你要记得Maldi跟NPOV 最重要是Maldi跟NPOV 这两个东西 OK 如果我们不够食物的话 我们会有Malnutrition 食物营养不良 可不如然 饥荒 然后 当食物不足的话 社会就会动荡 就会乱流的 所以 我们要 Emport食物 像新加坡 它完全是靠Emport的 如果食物没有进口的话 他们国家是完全没有食物的 如果是马来西亚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闹饥荒 因为我们都有种植业 OK 新加坡是没有 然后我们国家 如果是不够食物的话 绝对就是 不会发展 alright 然后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有 两个 Ata 一个是Ata Makana 1983年 1983年 这个Ata Makana 是 因为那时候有 食物中毒的 那个 倾向 很大型的 食物中毒 共是1983年 大型的 食物中毒 OK 很大型的 食物中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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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校的群很糟 可是应该给我推荐到两个老师都很凶 又有点神经病 可是 就是 嗯 我的USM 我不觉得 Rosliza 可以控制 不然 你只有三个选择 一个是Rosliza 一个是Jan 一个是Razi 你要哪一个 Razi更惨 所以Razi 我就把他放后面一点 那 UUM没差吗 UUM 教很少就可以了 不用教这样多的 吉哥就好 小哥哥都会吉哥 你哥哥是神吉 他拜的神宗 1983年 他是讲我们要 Benguna 就是消费者权益而已 1985年的 这个Bradura Makana 是为生物 强制性所有的食物 一定要有的五大元素 一定要有五大元素 在里面 OK 食品标签 Bradura Makana 1985是关于食品标签 五大元素一定要有 这个题目 是重复 问了 就再问 基本上就是每一年都有他 OK 这个也是需要背的 So Bentitikan 本顾呢 是消费者权益 这个如果是在大学的话 它虽然是一个学科 我们要怎样去 视频管制 这一些 教他们怎样去 做个精明消费者 Alright So 每一样食物呢 都需要有这五样东西 这个要背啊 第一个是 食品的名字 不 是 他的 牌子 蛤 不是牌子啊 就很像你们很喜欢讲 那个 Jackab 就是Jackab 不是 牌 不是那个食品名字 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是Biscuit 饼干 OK 就很像你们讲 HL HL是牌子 它的NAMO MAKANA 是SUSU SEGA 所以一定要有那个食品的名字 OK OREO不是 OREO是牌子 它的那个名字是Biscuit Berberica Chocolate 雪糕 是 So 要有MAKANA 你不可以讲雪糕 你讲Vors 还是讲Magnum 还是讲 比较高一点的Hagandass 这些是牌子 我不要牌子 不要有NAMO MAKANA 食物的名字 第二个要有的是 Round 1 MAKANA 食品的那个成分 OK 必须要有成分 这成分呢 要很准确 OK 一个食品它的成分 第一个出现的东西就是最多的 这个产品里面 包含最多的东西 第一是Kanji 这个Biscuit Ango 第二是Sucrosa Sucrosa 是糖 第三是Mendika 油油 oker ethyl ethyl come 烤化剂 加ian油 然有 雅 deixhar 这些Bewaner antirulose scan 所以Bewaner是最少的,有食物的摄氏 这里他问你哪一个是 Bahantan-Bahantan Italitanoide, Laxitin, Peptin 这两个是Bewaner 没有记错的话 第三,非常重要的是Direct Loop Boy 就是使用食物保存期限 有效期限 其实有两个,一个是Direct Loop Boy 一个是 你看那个 书品标签 有一个是Guner Serbelong Best Before 还有一个是Aspired Date Guner Serbelong 跟Direct Loop Boy不一样 OK Best Before 他在日期使用 前使用是最好 在那个 不是,我们去喝奶茶 要跟我们讲 在多少分钟之前要喝 一小时啊 什么那是最好 不然其实奶制品啊 它会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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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Best Best Before 在那之前使用是最好 当然你那个之前 那个之后使用也是可以 只是它的品质可能被影响啦 你自己太有Omris 如果是Aspired Date 如果是Aspired Date的话 过了那个日期是真的不能使用的 如果是Aspired Date 过了那个日期就完全不能够用了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第四呢 那我们需要有的是 我们的Berat Quantity Markanan 它Berat可以是Berset 可以是Basca 它的那个重量是多少 这个一定要有 还有第五 Namada Alamak Bengelua也好 Bengelua也好 这个必须要有 OK 这个要有是 当你食物中毒的时候 你必须要找谁 找得到 你要Claim水 五个 五个 所以 这题目常处 常问 一定问 这食品标签少了什么 OK 这是Label Markanan So Namal Markanan OK Namal Markanan 是什么 Minomal Minjeri 不是Nesvita OK OK 然后第二个 这个是我们的Namal Markanan 第二要有 第二要有的是 这个 Berat 第三要有的是 Expired date Taric Lookbook 第四要有的是 我们 Quantity Markanan 第五要有的 必须要有 这个 Alamak 五个 缺一不可 不可以 少掉任何的东西 这个可以没有 没有关系 这个可以没有 没有关系 因为不可能猪肉 你放一个Danda Hara 下去 OK 这个可以没有 因为不是所有的食物 都是Hara 的 可是他就会混饶你 放一个Danda Hara 在那一边 通常错的是 他们都会选 一定要有Danda Hara 因为他们吃东西 要有看到那个 OK 所以 这个 Namal Markanan 它安全使用吗 第一 我们要看 它是 Sebu Kari OK 有 Namal Markanan 第二要有的东西 OK 我们有那个 Ramuan 你看 他有 Ramuan Ramuan Makanan 在 这个 这是 RESEPI OK 我有 Ramuan 看 看 看 第三 我要有 Aspired Date 这个有 OK 第四 我要有 第五 我有 Alamic 这个是要有的东西 可是那日期间看哦 看不懂 260212 6月20 2月26号2012年过期 那个什么也是有的不是 什么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 什么东西 有日期吗 诶 那个是 scan 价钱的 哦 这个啊 包括 也是要有 没有 不一定 不一定 这个很像那种 小型工厂啊 那种 呃 只是家里 生产的 那个 像薯片之类的啊 它并没有 这一个 包括的 诶 这个包括是 方便它批发出去 那个 那些 超市啊 什么啊 scan这个 包括就可以有 加钱 OK so 我们 为什么要有 这个消费者 权益消费者 意识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吃的是什么 东西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吃的是什么东西 随心点量更多 OK 我们的那个 马卡嫩 我们要有那个 sorry 诶 没见了 我们知道 要 食品的健康食品的 那个 营养 还有为什么我们有 是 如果是 如果是 太多的话 会有什么 什么害处 然后 消费者权益 你看不到那些东西 千万不要买 就很像 有时候学校 他们卖 卖饼干 什么东西 它是拆开来卖 看不到 那些东西 你们不要买 然后 你自己的选择吗 你都知道那五个 一定要有 如果没有那五个的话 是不安全使用的 如果你还是坚持使用 就是你自己找死啦 尤其是那种 面 米粉类 这些 沙沙买的那些 它有多安全 我不知道 因为 好像 19多年的时候 有大型的 老鼠粉工厂 它的那个 好像是漂白剂 还是什么东西 过多 导致大量的人 很多人中毒 食物中毒 所以才会有 这个食品管制吧 ok so 我现在需要你们看的 我需要你们看的 我们今天需要做这个 试卷二 试卷二 那时候我们做的老鼠 还没有做呢 喂 这份东西还有在吗 要过来 导入不当了 没有眼睛看啊 没有导入不当 so 我现在需要你们做 这一个 这个 在 微信里面 如果你还没有导入 的话 应该是导入不到了 我再重发多一次 ok 我再重发多一次 有时候请你们做掉它 有时候请你们做掉它 哦 哦 我已经发多一次进去了 你不用焉就可以了 还有细菌一 ok ok 现在先做 第 我需要你先做到 这边先 ok 做到第五题先 好 好 对 好 好 好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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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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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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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 感性 感性感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感 感性 感性 感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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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性感 感性 感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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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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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感 感性感 感性感 感性感性感 感性 感性感 感性 感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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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性感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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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 感性感 感性感性感 感性 感性 感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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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感 感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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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